中央这想对台大动作?让台独势力感到前所未有恐惧? 昨天,国台办在北京举行发布会,宣布咱们大陆29个官方部门为台湾方面联合送出了一个超级会台大礼包,不仅要为台资企业提供和大陆企业同等待遇,还要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、创业、就业和生活也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。 而大陆如此满满的诚意,也令台独分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,一些台独媒体更是已经被吓得在失控咆哮了。 这些台独媒体中症状最典型的,当属自由时报。 在昨天国台办的会台31条,官方名称为《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》,发布后,这家台独媒体就连续发出了多篇恐吓台湾民众的报道。 一会儿说这是大陆的糖衣炮弹,一会儿又警告台湾青年别被蒙骗,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云云,流露出一股股浓烈的弱热气息。 不仅如此,自由时报还引用台独政客吕秀莲的话,称此向会台措施是比亚无下更加厉害的,柔性统一台湾,就是在逐渐吸纳台湾人民,让台湾人不能有台湾意识,并要求蔡英文当局必须想办法应对。 更魔幻的是,除了自由时报,还有一家台湾媒体也在跟住台独分子,对咱大陆的会台政策表达了强烈的否定情绪,可这家媒体居然是境外的邪教轮字工在台湾开设的大忌愿望。 当然,大多数理性的台湾民众对于台独和邪教分子的恐吓和吓唬不仅无感,甚至还吐槽说,有本事你们也对大陆来一发糖衣炮弹啊。 而台湾诸如联合报等媒体也在其报告中清楚地写道,由于台湾两党不断政治内耗,台湾的经济一直原地踏步,薪资更是20年不变,反观大陆经济飞跨成长,已有9省JDP超过台湾, 就连台北的平均薪资去年也被北京超过,更别提大陆在很多高科技方面也领先于台湾。 联合报还进一步写道。 然而,面对真正理性的台湾舆论的质问,台湾的陆伟会目前给出的回应却是,这些只是口头承诺,惠而不识罢了。 嗯,可能对于蔡英文政府看来,还是让台湾老百姓都去公测抢卫生纸更实在些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eflecting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그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